她是一个深爱孩子的母亲 却也是孩子的敌人 这一切是因为女儿的吸毒 还是母亲的强势 一对人家母女三十多年的矛盾纠缠 是否能得到化解 欢迎收看本期心理访谈 妈妈 请你放开我 我是在说不了的 妈 她把家里面的东西 你问什么呀 还有东西签我都拿出去了 真的 她要逼我死 你该怎么走 我实在没办法走 画面中正在发生争执的两个人 是小杰和她的母亲金阿姨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家中很多次上演 她一踩到我那个明感点的话 我就会抱 每次都是这样 跟我这个对比时间是太多了 妈妈打电话原本是想向爸爸告小杰的状 被小杰强行抢下电话 她把爸手机给吹掉 把我电话给甩掉 绳子扎掉 就是这样子她不要一起跟她 不跟她爸说 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妈妈发现了小杰的秘密 发现她身上有香烟烫了的 还有打针的针点的 我查到就有一点这个迹象了 没有想借过不行的 你看那东西就发现实在借不了 原来小杰是个瘾君子 在15岁那年因交友不慎 被男友下毒染上了毒瘾 之后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 小杰一直与毒品为伴 与母亲为敌 两人的关系水火不相容 说多两句话 我一跟他吵架我就出去 在家里当宾馆 回来换个衣服就走了 你都睡一晚了 走了 起码我就在外面晃着的 但是我没有犯弃她什么的 我没有犯弃她 我去找她 我虽然我不管 管不着她 5月3层 5月3班 但是晚上休息时间 只要有一点消息 我就要出去找她 杰杰 你在哪儿了 快点回来吧 妈妈在想你了 杰杰 特意去找 因为孩子里面 母亲的心 真的 那什么感觉 你们都不知道 我确实自己知道的 后来我说 她不在家 我心里就掉了 那一颗心啊 就丝丝的样子 她在家 我看到我心发现了 她不在家 我的心 真的就跟着 把我的心就掉走了 牵走了 虽然小杰的妈妈用心良苦 始终想挽回女儿 可每次当女儿被找回来之后 两人之间就又会是一场恶战 那个时候因为脾气很暴躁 一踩就是像地雷一踩就爆炸爆炸的那种 我就把她亲 把她亲给你 就要跟她打 我就打她 我就亲她 她会把我弄死了 她把我往死里打 她把我头打的 打一个包小龙 打着我头 头你要死 母女俩十三年的日子 就这样在打闹中度过 直到2010年 小杰因吸食病毒 被强制戒毒两年 当她终于知道无助的时候 却是这个曾经被她经常打骂的妈妈 风雨无阻的去探望她 才支撑着她 度过了两年的强健时光 真的我只靠我妈 我回想了 真是靠我妈 没有我妈 没有我亲 因为母是她的娘 这孩子演这么大 不容易的 对吧 我不可能跟她过去 母亲不放弃的爱 终于打动了小杰 那颗冰冷的心 也让她产生了 对母亲的深深内疚和忏悔 可当两年后 小杰结束强制戒毒 重新回到家中 母女俩再次生活在一起时 曾经的矛盾又开始暴露出来 刚才小时候 她这样说 我能心疼她了 就会心疼她了 但她说那话的那个味道 还是不能接受 在孩子面那些强势 确实是这样 她就不能跟我平心气 像我们这样说话 她就是命令式的口气 你就得做 你不做就不行 就这样 对于自己的强势 小杰的妈妈是承认的 但母女俩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由来已久 甚至从小杰出生开始 就已经是这样了 从小我就跟她不是很合 为什么 因为她教育方式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理解 你明明这个问题 你能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 她不解释 你就按我方式做 我是妈 你是女儿 你一定听我的 没有什么 为什么 你这怎么行 这个事 我承认是我的错 因为我是强势的 我在家里面说话 就是一个主导 这个模式就已经定 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埋在小心里 就是哪怕知道 后来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知道你知道我朝中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就是行动上面自然而然就吵戏了 从强劫所出来后 小杰已经保持操守四年 在与毒品的断绝上已经做得很好 现在她也能意识到妈妈对自己的付出和爱 也很想去弥补从前的果实 好好地爱妈妈 可妈妈对待她的态度 却总是让她感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控的状态中 所以我出来以后 我们俩就心里不离了 我去哪 她去哪 我把她带着 让她也能了解我 我感觉什么 神的她不在我身边的话 她又担心 想啊想啊想 累不累 女儿现在也就说了 你能放下一点吗 我说了 我能放开你 你能为我想吗 这就是我跟她两个增值了个点 一个是渴望平等相处的女儿 一个是仍想控制女儿的母亲 两人在内心中都想向彼此靠近 可只要在一起没出几句话 就会顶起来 这样的一种关系 让母女俩都烦恼不已 我听出一个意思来了 就是这母女俩嘛 以前就是你说的哥是个 对啊 是吧 后来因为这么多年挺艰难的 其实两人可以说是抱团取暖 对啊 但是这抱团取暖的时候 不仅是暖 对啊 也还有一些伤害 扎刺儿 对啊 也挺难受的是吧 对啊 人与人之间是要沟通的 对吧 你不沟通的话 就矛盾就会产生了 我发觉我和我妈以前就不沟通 这段东西就不沟通 不沟通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一个结 到后来就一个死结 那刚开始的 跟孩子的刚刚出来 觉得爸爸妈妈对她很好 或者怎么样子 她刚刚就刚 比较她温顺一点子 到后来呢 就刚时间一长 爸爸也去世以后了 我在她跟她两个在家里面 这些所思上 还有故事问题上呢 又发生 还是有一点矛盾的 因为我知道阿姨是强惯了的 强了一辈子 而现在面对这个心 这样一种关系 其实你也想调整 是不是 对 但是习惯是很难 个性是很难改变的 小杰那也是 其实想跟妈妈是亲 对呀 是好 我想就是 不是说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我这棉袄穿上去 怎么她她冷的 这是 你想找到一种新的办法 是吗 对呀 好 想不想 想 好这样 那这样吧 我们先用一个心理剧 好吗 我们先用心理剧来呈现一下 他们这母女发生的事情 对于现在这种关系 母女俩都有改变的愿望 为了能让他们清晰的看到 生活中两人的相处模式 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模拟了他们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妈 家里没菜了 小周说他一会儿就过来 咱们今天出去吃吧 这外边下雨下了还挺大的 妈 咱们家有伞吗 这是你的家 有没有伞你不知道 这伞也太小了 夏天挡个阳光还差不多 这板也太小了 我出去肯定会被淋湿的 妈 咱们家有没有大点伞 你放哪儿了 哎呦 你还挑三拣四的 咱们家就这两把伞 你爱用不用啊 我这就问问你啊 你说话这么冲干嘛呀 你嫌我说话冲 那你态度好啊 家里面没有大伞 难道你让我现在出去 给你买一把 我就是 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 出去吃个饭 哎呦 我的天哪 你太客气了 我谢谢你 我才不会出去给你吃饭 冰箱里有送饭 足够我吃的了 你这个人 我怎么了 我这是实话实说 我活了六十多岁了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活得轻松自在 我可不像你 老小的在别人面前 装了对我好 我怎么就装了对你好了 啊 我带你出去吃个饭 当了别人的面 就是装了对你好 得了 这饭我不吃了 刚才那个 你觉得像吗 这一幕像你们的吗 这一幕吃的 我们演的 是有点像 但是在某一个 在某一层的 然后她的火候不够 火候还要不够 你就 我比她还 还厉害 火候还要厉害 还要夜市 还要小 因为那时候 我正好心情不怎么太好 那妈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她表现出来的东西 和她内心里 真实拥有的东西 这是两张屁 就是一样的 也可以这样 你明知道她爱你 但是她有的时候方式 总不能个人让你满意 对 那你有没有反问过自己 您当妈这么多年 您对女儿本着 我爱你 我是为你好 您的行为 就是她要的吗 百分之百是她要的吗 这是问题 其实 我有的时候 其实我不想对她 跟她点言相像 我想好好的跟她说 我不想让她生气 因为因为她生气的话 她会闷在心里面 会难受的 对了 你在这一点上看对了 妈妈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 就是她心里如果是一个黑的话 她可能表现出是一个白 对 你能体会到吗 对 我能体会到 还有第二个最大的特点 妈妈是把一些事情都打碎了 然后她消化不了 最后再出来的是什么呢 再出来的就是一种情绪 叫小刺激大反应出来的情绪 就是她这个情绪和这个事情没关 散这个事已经是很小了 她是她咀嚼消化之后 咀嚼不透 消化不透的东西 她就压在那了 压在那的时候 她随时等着想把它拿出去 因为分下来她很不舒服 所以她可能掉一根针 她会说 你为什么把那根针给我掉地下了 她也会把它处理不了的拿出去 但是如果她这样的移植 这样的情绪 这样子埋在心里的话 她这个日子是过不好的 所以你看小品当中 演的是一个伞的故事 我们家庭当中有无数个导火索 可以把我们的情绪点燃 而且后来越来越多感受到的是伤害 其实这种伤害 如果日积越累 日积越累的话 它对人的那样一种影响 我觉得 咱不是说完全真的有可能 也不一定说就比毒品对人的伤害小 我觉得阿国把这个问题的 那个很实质的东西 我认为给展现出来了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戒毒了 但是那个毒的阴影 带来的那个相对的味道 或者那个记忆 或者那个阴影的感受 还在你们内心深处以毒品的形式 往外散发着 你比如不良的情绪 不良的沟通方式 恰恰就在今天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要去解决 要去面对 小杰妈妈始终认为 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是爱的表现 是不可替代的责任 可小杰却觉得 这种控制让人窒息 为了能让两人之间的这种沟壑 彻底得到解决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一个非常极致的场景 模拟小杰即将离开人世的瞬间 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这时的母亲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妈 感谢你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可是自从我从出生起 你就好像用一条绳子 把我系在了你的身上 可是我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 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都快找不到我自己了 孩子 妈 只有捡到这条无形的绳子 我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我 孩子 你再给妈妈十年的时间吧 妈妈还有好多话 没来得及给你说呢 完了 三年 那么 这一年 不许如何 你再给妈妈三个月的时间吧 妈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会 把彼此之间的隔阂 和去掉吗 妈妈 如果我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还愿意 愿意有三个月的时间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 假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假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母女之间 母女之间能够 很好地彼此走进内心吗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 我也要改 虽然是两个演员演的 你们感觉到什么 她其实是 哪怕 哪怕很短的时间 她是小妈妈在 在走进她那个 但是她根本不能确定 三个月的时间 妈妈还是不是能够这样做 能够走进去 哪怕只有三天 可能是我短期里 我能够病一病 也能够病过去 就像 很多东西 你不是说病就病的 你一天的病 两天的病 就像你心里有个水缸一样 你每天滴滴水在里面 缸永远会满的 你不把水倒掉的话 你就永远不会 就是天天会恶性循环的 永远走不到心里面 永远就是 而且就是情绪 然后到后来 我就不敢想象 这后来是家庭 还是会病是什么样子 到后来就是 我妈 我想了 我妈就是 她总会留 比我早走的那一天 对吧 我是希望她能多陪我一天 你能陪我一天是一天 因为我没有爸爸了 我可以像我妈 在多陪我 假设这个陪伴 我们已经界定了一个时间 一会儿我们到 到那儿去把这个时间 体会一下 行吗 我们到那个 刚刚发生了那个事件的 那个情境之下 我还有你 还有你妈妈 我们也进入到 那个角色感觉一下 可以吗 妈妈愿意去吗 在现场 我们用心理剧的方式 给母女俩抛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生命只有三个月 她们将如何度过 对于这样一个终极问题 母女两人又会各自做出 怎样的回答 以爱之名的控制 是真爱还是魂绑 母女关系中 需要成长的是女儿还是妈妈 心理访谈 妈妈 请你放开我 继续播出 刚才我们看了 刚才那个角色的扮演 女儿和妈妈 有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的题目 我们把它留下来了 也说对于妈妈 对于女儿 你们互相陪伴的时间 只有三个月了 假设 这很残酷 当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 是很纠结 所以我们把这种纠结 在我们心里停留一下 包括你们 我也在停留 但我想 你们在停留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个感觉留下 好吧 如果女儿 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 你会让她做什么 那么 如果妈妈 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 你会让她做什么 我们一直想给 妈妈和女儿之间 把这样一个 我们认为是个死结 想去打开 然后我们很残忍 但是这个残忍是加引号的 设置了 两个人陪伴互相 只有三个月 九十天 因为我觉得 当一个人去面临到 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内心里 想去改变的动力 想去反思的动力 想去自我 把自己内心里最想 最深处的东西 挖掘出来的动力 也是最强烈的 嗯 不说你们现在此时此刻 会有什么感受吗 你写完了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妈妈 我 这个时间我是不想的 我不想失去她 真的 我不想失去她的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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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做母亲 我还是想 我用我的生命来 替代她 他们回答出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的 第一感觉就是 我能够帮助妈妈了 因为妈妈出现一个 很强烈的动力 就是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来替代女儿的生命 这是她所表达的 女儿 这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妈妈 只剩下 三个月的生命的话 我就不想 再让她 我不想这天发生 其实 其实每个人都会走 这一天 是超短的动力 我只是希望她在有生命 能够开开心心就好 我很简单 只要开心就好 我不需要跟她 天天成为苦恋的 把心力压得很 把心事压得很重 一个人 站在 而我在旁边 看着也揪心 担心 其实如果想为她分担点 她不让 她觉得我 没有这个能力 我哪怕 她知道有三个月 我哪怕天天 你所有的事情 都由我来做 我不要你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你开心 我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别的事 我都不让你做 她真的有这三个月 她真的是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生命 真的 她要走了 我也 我也可能就不会 真的我真的不会 我可以说 我是为我女儿活的 确实是这样子 那同样 你为我活 我就是为了你活 我就像自从爸爸走了以后 也是你 其实是我现在 才能到现在的 我们俩血浓浴水 人和外人也地台不了 我们俩之间的 这样一个感情 对吗 但我也知道 真的 我娘是相依为命 真的 我俩我也现在知道 我俩就是谁 离不开谁 他们只有热情 他们没有方法 他们甚至于 把自己牺牲掉 甚至于已经牺牲掉了 他不知道怎么样 去帮助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 很大的一个落脚点 这样的家庭 类似于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母亲 和类似于这样的母亲 我们就告诉他这个方式 那我俩能不能都互相改一改 好吗 可以啊 真的 说话的方式 就是你稍微再温柔一点 那我跟你说 你对我那么温柔 我何必要去用那么强力的话 来刺激到你 或者惹你生气呢 我没有必要的嘛 我们俩又不是身处大恨 要去没事把人 两个人弄得你气我气气 他想干嘛似的 是不是 不是你不好 我要的不是说你不好 你干嘛 没有我们俩是没有谁对谁错的 关键就是很好的沟通 把身段放下 只要我们俩开开心心的 比什么都好 那以后我们俩是这样子的 你能提提我 我能提提你 对啊 我一直想提提你的 你们想不想知道 互相写了什么 你想知道妈妈写了什么吗 想不想 我希望 你把它读出来 女儿先读好吗 我妈妈 会问我 她说我会很好的陪伴她左右 让她做她想做的一切 我想以我的 用我的生命来代替她的生命 我也愿意她改变自己 为她改变自己 妈妈 你能念一下 女儿写给你的是什么吗 我不愿意让妈妈为我当心 愿意为妈妈分担所有的 让妈妈真正开心的 度过最后的时间 只要妈妈喜欢的 我都愿意为她做 说明这里面两个心愿 我的心愿给人家心愿 还是一致的 真的 又是母子也心的 母女还是年心的 你心里在感受到 你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是吗 是的 这种联系让你感到痛 让你感到痛 还是让你们感到窒息 或者是让你有 要摆脱 或者要更紧密连接的那种愿望 你们感觉到了什么 这种联系 在以前 在以前反弹的时候 我确实感到我 到后来就是 感到就是跟自己很劳累 就是疲惫的时候 我确实想到过 反弃 反弃这不是什么 反弃这个 孩子已经长大了 让她自己去了 再说她已经 有走成的家庭 让她想自己 有这个家庭 有老公能照顾她了 我可以反手而去 是以前 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呢 看到孩子母女年心 孩子永远割舍不掉的 我还是不愿意反弃她 我还是想 跟她相依为命 你希望妈妈做什么 黑黑猩猩就好呀 我不要再做什么 做什么呀 你跟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你还需要跟我做什么 养了我 养了我三十五年 为我操心了三十五年 你觉得 我还有需要你做 为我做什么 她说了这么多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 我要为她做什么 我都是什么不想 不是还想她 不再为我做什么 我扶一下妈妈 知道妈妈心体 在颤抖她很痛苦 她说她要给你快乐 好了 她希望你开心 你要给她快乐 我们如此残忍 我现在很自责于我自己 我是如此的残忍 设计了这样一个 令人感到痛心的场面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母亲她还体会不到 她觉得 就是我对你好就行 我替你做就行 在第二轮引导的时候 我们再次引导说 你到底替女儿做什么 她说我继续关心她 我继续爱护她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备用的一个道具 就拿出来 这就是长长的绳索 现在这是三个月的长度 给她吧 给她 缠在她身上 这是你要为她做的事情 我来帮你缠 可以吗 我要让她给她拉过来 我们试一下 来 我们试一下 你去缠住她 你要拉住她 为她做事 是留住她的生命之后 你去缠住她 交给你 来 我陪着你 绳索的心理投射意义 就是 你不论为女儿去牺牲你的生命 为女儿去替代 做所有所有的事情 表达了对女儿的 可能关心 可能担心 可能爱护 可能保护的东西 如果 不是女儿真正的成长 真正的内心改变 所需要的力量 她就转化为对女儿的魂盲 你每为她做一件事 就等于在她身上 缠上一圈东 把这个绳子对她缠了一圈 我们可以缠吗 来吧 缠不缠 你每为她做一件事 就为她 你为她身上缠上一件 你要留住她的生命是吗 那就不给她做 你要为她做事吗 不能缠她 所以我们捆了第一圈的时候 我故意把妈妈引入到女儿的身边 妈妈那个时候突然的发生了 几个人之下的 那不能缠她 那不行 那不能缠她 我要为她做事 我只有三十天 我只有三个月 我只有九十天 不能为她 那不能缠她 我要救她 她是我的女儿 我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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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事好吗 可以吗 这样缠着我 因为我是她的妈妈 你没有权力阻止我 我只有陪伴她的九十天 我要为她做我叔叔 能做的一切 好吗 那我怎么办 那不可以 那你把她缠死的 我要缠着她 我们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你不要懒 不能 不能 那不可以 那也不把她给缠死的 我该做的 我要做的 我让她开心 我要赢上她的生命 我要做的 我要赢上她的生命 我要做 我把她缠了 我就对不起我余下的九十天了 不要 我觉得她突然对目到 她在妈妈这个角色里 一直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 在做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前期做了三个月的铺垫 和情绪的渲染之后 她反而明白了 她在做一个不是真正的爱自己的女儿 也不是真正的为自己女儿好的妈妈 她就在和我争 我希望你帮我 我现在也是一个内疚的痛苦的妈妈 不可以 我们一起来 不可以 那不 我不 缠一次 我们减少一次 缠一次给她 等于是一次 缠得越紧 我们关心她 她越好 她是我的女儿 我唯一的亲人 我们只有这些天 你撒手 不可以 那肠子真的把她会缠死的 我们要缠她 我们要好好的疼爱我们 这根本不是这个方法 是吧 真的不可以缠 我总共会让她好好活着 我让她开开心心的 我要一天把生命 我也会自己活着开心 可以吗 你把那么多不快乐都给她了 不是是缠着她吗 我们继续要 这么多担心都给她了 我们一定要把她缠得更紧 可以的 不能缠 不能缠 如果这种缠 我们觉得我们有意义 不能缠 真的不能缠 是我不能缠 我求求你 不能缠的 为了把她这个动力引导得更强烈 我仍然坚持 我要再绑一圈 再绑一圈 表面上看 我是一个很残酷 很冷酷的人 实际上我想让妈妈 把内心更深处的 纠结的 顽固的 想去替代女儿 和担心女儿的东西 都挖掘出来 都投射到那个绳子上 让她变出来 让她变出来 所以那几轮的 纠缠 恰恰就是把妈妈 内心深处 最强的阻碍 自我的阻碍 给打掉 我们只有 只有这段时间 三个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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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好好地唱 我不能 我永远 给她好好地 补出 好好地相处 可以了 真的不 纏不纏 不纏 你心里想的东西 她不知道 她要猜 她很难受 她很痛苦 我会改的 我会改的 我不要掌管 纏不纏 不纏 真的不能 那你把它拆掉 不要 不要 真的不容易 你要把它扔得远远的 要不然你还会把它拾起来 后来我留的 这个机会给妈妈 你拆开吧 拆开之后 远远地把那个绳子扔掉 那一刻我想 妈妈或许 从今天开始 已经知道 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才能对女儿更好 无论未来 母女相伴的时间 是三十个月 三十年 来自于更长的时间 她不会再纠结了 她会做一个 女儿高兴 妈妈轻松的 这样一个母亲 你相信吗 我相信你 你要把你心里的说出来 我就能够做到 我可以好好的 知道吗 你不把你心里那个东西说出来的话 我怎么去放你那个 十一九的时候 我只要你开心 我就开心 你不开心 好吧 我觉得妈妈可以和女儿 做这个沟通 你以后把你心里 包括不开心的东西 也要告诉她 把你心里痛苦的 也要告诉她 你告诉她之后 你会说 女儿安慰安慰我 妈妈需要你的安慰 那样 女儿要有价值 你也从女儿那儿 负责了价值 妈妈能做到吗 有的时候 我以前呢 我以前也做过的 跟她沟通 沟通一次两次 讲跟她两次 她也是蛮跟我们 蛮节奏的 希望把她坚持下来 每次都尽量的这样去做 我们不仅仅有九十天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可能有九十个月 我们有三十年 我们好好地推办 我们内心给彼此留下 都是最好的 最轻松的 最快乐的 而不是互相拆 又互相过度地承担 我们都不知道 从哪来的一些莫名 痛苦 真好 张老师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谢谢张老师 我想这个时候 妈妈应该和女儿 用快乐和快乐 紧紧的 我开心 我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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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来给我们 今天做的事情 给我们心理做的 真的 我 妈妈 妈妈 一直记得 妈妈的照片 他们始终留着 孩子一天天长大 可妈妈 不见了 他们是自小 被妈妈抛弃的孩子 他们是渴望母爱 找寻母亲的孩子 我们跟随他们 一起找寻妈妈 找回心理的家 心理访谈 暑期特别节目 妈妈去哪了 我们共同关注困境中的未成年人